那就是責任會比較大一點 畢竟我在球隊也是算 資深的 最老的 那我就 就是要扛啊 對啊 難摸呂正如 因傷辭退瓊斯杯徵招 帥哥射手簡浩 被預期在封線射手位置 扮演更吃重角色 在與藍隊一竿小將集訓 練球過程中 作為老大哥 也不斷喊聲帶動氣氛 但其實簡浩也有救傷在身 瓊斯杯能否如願 披上中華隊戰袍 目前還是未知數 瓊斯杯在打與不打之間做抉擇 幸好另外一件心事已經底定 和SBO老東家蒲原簽下一指一年合約 雖然內容細節並未對外公佈 不過這合約年限卻有玄機 往演藝圈的原因就是打完球 還是要有試做嘛 那當然越快越好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所以我才想說前一年 所以一年這邊如果說演藝圈有好的機會的話 就是會一年過後 會往演藝圈來專心發展 有可能是這樣 儘管已經想好退休後進軍演藝圈的後路 但讓帥哥射手點頭續約的關鍵 是和蒲原老戰友一起拿下四連霸的光榮歲月 籃球還是難以割捨的一部分 或許在今年再度入選中華隊以後 減號對於生涯規劃會有不同想法 來提新聞 採訪報導